一口气看完南越武帝赵驼的一生 约公元前240年 赵驼出生于金河北正定县 前219年秦始皇派屠虽为主将 赵驼为副将率50万大军 攻伐岭南地区的百岳之地 此战秦军因水土不服 以及后秦挤养不到位而遭到大败 主将屠虽也因滥杀无辜被当地人杀害 前214年秦始皇命任萧和赵驼 再次进攻岭南 此战秦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凭借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装备 一路势如破竹 将整个岭南地区划入了秦朝版图 同年秦始皇在岭南设立 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个郡 并委任任萧为南海郡委 三郡接受任萧节制 南海郡下设国罗、龙川、攀鱼、接阳四县 因龙川地理位置重要 故赵驼被委认为龙川县令 前213年赵驼到龙川上任后 安抚当地民众遵从岳人习俗 并上书秦始皇要求从中原迁居50万居民到南越 以加强汉越的民族融合 前209年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即位后 由于他的暴政导致了陈胜、吴广起义 从而使中原陷入战乱 秦王朝也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而南海郡委任萧看到秦廷无力难顾 变起了割据的野心 前208年任萧突然病重 他把龙川县令赵驼召来 向他阐述了可以依靠南海郡 有险可惧的有力地形来建立国家 并让赵驼带行南海郡委的职务 前206年任萧听说秦朝灭亡后重病去世 同年赵驼以防止中原的起义军进犯为由 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 并换上了自己的亲信 又通过武力干涉兼并了桂林郡和向郡 前204年赵驼在当地市民的拥戴下 以潘鱼为王都正式建立南越国 并自称为南越武王 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西汉后 不承认南海、桂林、向郡三郡为赵驼所有 反而将南海、桂林、向郡三郡封给了长沙王吴瑞 前196年汉太祖刘邦派陆甲出使南越国 在陆甲的劝说下赵驼臣服于汉朝 刘邦通过和平的方式 使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 此后南越国和汉朝互派使者互相通事 前183年在刘邦去世后 掌权的吕后下令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和其他物品 而赵驼认为吕后一定听信了长沙王的谗言 因为长沙王想依靠汉庭来消灭自己的南越国 从而使长沙王兼作南越王 前181年赵驼宣布脱离汉朝自立为南越武帝 同时还出兵攻打图谋自己的长沙国 并在打败了长沙国边境述县后撤回 同年吕后派周造率军征讨赵驼 但由于中原士兵不适应南越一带的气候纷纷得病 周造的军队连南岭都没有越过 就不能再向前进军 前180年吕后去世后 汉平命周造率军班师 而赵驼凭借着抗击汉朝的成功 而扬威于岭南一带 同时赵驼用经济手段使东边的敏越 和西边的西欧落越都归附于南越国 并还以皇帝的身份来发号施令与汉朝对立起来 前179年汉文帝刘衡即位后 派人重修了赵驼在河北正定的祖坟 还给赵驼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务 同年汉文帝派陆甲再次出使南越 在汉文帝的感召下赵驼去除帝号再次归附汉朝 前157年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即位 赵驼仍然向汉朝称臣 但在南越国内赵驼依然用着皇帝的名号 只有派使者朝见大汉天子时才称王 前137年南越五帝赵驼去世 享年约103岁在位67年 赵驼从前始皇时期开始 一共统治岭南长达81年 从汉太祖刘邦一直熬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 与其汉王朝对抗了整整65年 前111年在赵驼死后几25年 南越国就在汉武帝的策划下 激起内部矛盾而被瓦解灭国 自此享国93年历经五任国王的南越国灭亡